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像乞丐一样 但因为你没有向神求这些礼物 因为那些礼物都是给你的 靠我的名你们要得到医治 靠我的名你们要做的所有事 靠我的名你们要赶走所有的魔鬼 你可以靠主的名赶走这些魔鬼 即便有狮子在你面前 你可以跟狮子斗争 在圣经上说撒旦就是一个吼叫的狮子 所以在圣经上也同样说耶稣基督就是犹大的狮子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叫犹大的狮子 你的问题在哪里 你是不是在撒旦的恐怖之下 耶稣今天要释放你的狮子 你相不相信制教的印度变成 因为他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在印度生活在恐惧之中 因为我的祖先全是印度教徒 所以我们家也是行邪术 如果是冷不热我就要把你吐出来 你必须或是冷或是热 要不然你就爱耶稣基督 要不然你就爱世界 有的人也许说我也爱世界的所有的东西 但我也爱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基督说你在我身上得不到 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 靠着信心求 你就叫得到 他给我们的东西是没有限制的 但是你知道吗 如果你信心摇摇摆摆 你得不到你所要的 你们是不是耶稣基督的儿女呢 看看他的祖先 他们看起来是这么邪恶 但是耶稣基督能够清洗他们所有人 路德的祖先是罗德 你们知道罗德当时是住在 所多玛和格罗 他当时是亚伯拉罕这一位伟人的侄子 但是你知道吗 他当时就是在所多玛和格罗 生活 在所多玛的城边生活 后来他就进入到城里面 你们在圣经上看得到 所多玛和格罗 这两座城 神是怎么样用硫磺火 但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代祷 所以神救了罗德和他的一家 你们知道罗德的太太 她这么爱这个世界 在逃跑的过程中 她回头看 她失败了 所以罗德的太太 她的名字并没有被记录在圣经中 你要确定你的名字 记录在天上的生命册上 你们知道吗 因为他的太太不在 所以罗德的两个女儿 都去跟他们的父亲信任 所以他们生出来的两个孩子 真的是亵渎神的 所以他们就犯了很多罪 你们看到他们当时的世代 是多么的邪恶 妈妈本来是要教导他们的孩子 因为他们的母亲 当时是如此被世界所吸引 所以当时天使虽然跟他说 他说不要回头看 但是他还是不走看 所以神的咒诅 马上降临在他的身上 他的变成一个严重 所以他的两个女儿 就不知道要做什么 所以这两个女儿 就把他的父亲灌醉 并且跟他上床 所以神就厌恶那个世代 所以在世命记里面 神说这一个邪恶的世代 是被咒诅的世代 神不喜欢这种乱淫乱 神也不喜欢淫乱 神说不要碰你灵醉的妻子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你就要付出代价 所以从那以后十个世代 神说我不要你们来敬拜我 所以路德嫁到 那后米他们家 他就接受了那后米 也接受了这一位神 所以他说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虽然路德失去了他的丈夫 但是他的岳母 一直跟随他 后来我们看到路德 路德嫁给了Bohaz 是一个妓女的儿子 路德就变成大卫的公民 你们可以看到 耶稣我们的神 是怎么样清洁他的名 还有巴西巴 另外一个母亲 巴西巴是乌利亚的太太 你们知道大卫和巴西巴的故事吗 在大卫的那个时代 在以色列有一个大的战争 那个时候大卫是在阳台上散行 那时候他看到一个女人在洗澡 你也许以为大卫是一位神人 但是大卫看到这个女人说 我就要她 所以他就要找到这个女人 到底是人家的 所以他发现原来这个女人 是他好朋友的太太 知道了这些事情以后 大卫还是把这个女人抢来为妻 所以这个女人就后来怀孕 他以为反正也没有人知道 所以他就把这个女人的 先生乌利亚叫来了 当时乌利亚在前线打仗 所以他就给了乌利亚很多礼物 他说你回去跟你妻子同乐吧 所以他想让乌利亚背这个怀孕的黑锅 但是乌利亚说 大家都在前线打仗 我怎么可以回家与我的妻子同乐呢 大卫当时就不知道要怎么办 大卫就给他的将军写了一封信 你要把这个男人送到前线战争最激烈的地方 你把这个男人放到前线战争最激烈的地方 你们就撤回来 当这个将军看到这个信的时候说 哎呀乌利亚是个很不好的人啊 他是一个忠实的大卫的朋友 他是一个保镖 怎么可以这样一位神人 这样一位神的福利 做出这样的事来的 因为他们这些将军要遵守国王的话 所以后来乌利亚就这样被除掉了 大卫当时觉得自己非常的聪明 大卫觉得他自己非常的聪明 神就把先军拿丹 带到他面前 拿丹当时就靠着神的名诅咒大卫 所以后来他的太太就被带到别人面前 所以他的家庭 整个家庭要收拾 所以神就让他的家庭战争不断 所以后来大卫逃亡的时候 既没有王冠 又没有鞋子 每一个人都咒诅他 这个人是谁呢 他是大卫 他是一个大卫 是一个神心中所爱的人 你们知道每个人都要知道 神不是欺望这一个人 那个在巴西巴肚子里面怀孕的婴儿 所以神就杀死了这个孩子 虽然大卫一边祷告一边进食 但是神也面不听他的祷告 所以神在圣经上说 如果你心中有罪恶 你祷告的话 我是不听你的祷告 如果你生活在罪恶之中 你没有求神的原谅 你的祷告是不会到达神的耳朵 你看看这些女人的关系 所以看看这个女人 她的关系 这些女人 有的人是淫乱的 还有妓女 还有是乱伦 所以你们看看耶稣 所以他讲这个世代 是悖逆与乱的世代 是对的 第五个女人是玛利亚 玛利亚是处女玛利亚 所以人们说 你要给我行神迹 我就相信你 以撒亚第七章第十四节说 我要给你们行神迹 一个处女要怀孕 即便今天也是要处女 所以你心中也要是一个处女的样子 祂也要你在母腹里面 在你心中也是要处女 这样子你才可以怀 耶稣基督怀孕 这就是为什么 祂选择了玛利亚 你知道吗 祂的心中是激荡的神的话 祂说我的心啊敬拜神 祂说我的灵啊 在神里面欢喜快乐 你知道吗 玛利亚一直是要荣耀基督耶稣 祂一直要保护基督耶稣 祂不能够丢掉耶稣基督 当他们要被谋杀 当有人要谋杀耶稣基督的时候 祂带着耶稣就跑了 祂当时耶稣基督被钉死十字架的时候 祂是非常悲痛 你们记得在耶稣基督十二岁的时候 祂在庙里面就走丢了 玛利亚心里非常的悲痛 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做这样的事 我们到处找你 我们到处要找耶稣 如果你没有找耶稣的话 就说明你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对了 奥古斯丁说 人是没有价值的 除非他找到基督耶稣的平安 他那个时候是一个新时代的人 所以他没有相信基督耶稣 他是一个著名的学者 但是他心中没有平安 如果你要心中有平安的话 耶稣基督说 我给你们的平安 今天有多少人要这样的平安 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七节 他说 他说你们的心不要被忧虑 因为主会给你们平安 那个时候 在耶稣的时代 有人请玛利亚以及耶稣 到一个会议上面 玛利亚从来不看人穿着是怎么样 是做什么样工作 他从来不看这些 他也不是一个说闲话的人 那时候他在等一个机会 那时候有一个缺乏 那时候是缺久了 所以他马上就跑到基督耶稣的面前 因为他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是这么大 他带了基督耶稣二十年 他对耶稣的理解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人 我母亲对我的理解超过世界上所有的人 所以我尊敬我的母亲 在世界上最有名的一个人 索罗门 他尊重他的母亲 他看到他母亲向他走过来的后 他就跑下来亲吻他 他说妈妈你坐在我的旁边 他还把他自己的宝座旁边放一个宝座 让他妈妈在上面 孩子们还有男人们 你们要尊重你们的母亲